马利亚台风逼近台湾 慈激基金会9号上午在近思经社成立 防灾协调总指挥中心 提早讨论并准备调度被灾物资 可以先就所的防灾的这些物资准备 还有这些要发放的慰问金 先做一个安排跟讨论 花莲慈激科技大学也在上午召开防台会议 除了讨论一般防台事宜 对于正在施工的护理大楼 督促施工单位做好防台措施 也因应11号五专新生报道 做最妥适的安排 如果有些需要提早到学校这边来住宿的 一些外地的家长跟学生 学校会提供住宿 希望确保他们在招生报道的安全 马利亚台风袭来 预计夹带大量豪雨 呼吁民众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并做好防台准备 大爱新闻杨爱婷物国家花莲报道